好 首先要来关心的就是桃园龟山 一名蔡仙的超商店员 在昨天因为规劝了奖姓指雕师 结果呢 要他戴口罩 引起了这名奖姓男子的不满 持刀狠刺的三刀伤重不治 短短了两个月之内 发生了四起类似的案件 但是讽刺的是呢 当超商店员冒着被打 被骂 被挖眼睛 被刺死的风险 镜中指手劝导客人戴口罩时 制定这项决策的卫福部长陈时中 他私底下却是没有把规定当成一回事 他照样的跑塌 嗨唱 不戴口罩 陈时中是不是带头违规呢 好 我们来看到呢 其实各个层面的人都非常的不满 包含了警察 因为陈甲说 陈时中下达了口罩令 要警察来负责取缔 因此呢 也加重了他们的勤务 对于超商店员来说 没有戴口罩 遭到检举挨骂 但是呢 客人如果不戴口罩的话 算是他们的责任吗 所以超商店员也非常的无奈 另外还有看到翟神呢 他就说 朱学恒讲说 社会安全网到底是拿去烤肉了吗 是什么样无能的政府 才会把这种防疫的责任 交给倒霉的超商店员呢 现在包含了很多网友都有意见 像是有网友说了 蔡英文总统 如果我戴口罩 我劝人家戴口罩 我会被杀吗 还有网友说 现在整天搞的 有的没有的这些公投案 但是超商案呢 一句话 政府都没有提人民活该吗 好 我们就要来看到这一位 情绪失控 持刀杀人的嫌犯 他在落网之后呢 他的背景也曝光了 原来他是一名知名的纸雕艺术家 不只是跨界多行 而且呢 他还曾经帮知名的歌唱节目 设计过3D纸面具 但是他落网之后 他自己当时说是有服药 所以呢 犯案之后精神恍惚 对于行凶的过程 他都说忘记了 达到刺子超商人工的凶手 背景被起底 竟然是从艺术家变成了杀人犯 现年41岁的奖姓嫌犯 外形文青有多像跨领域专长 先后担任过游戏设计师和遗体修复师 后来投入纸雕艺术 甚至还曾经和知名歌唱节目 合作打造3D纸面具 出国其本书还很常接受媒体采访 嫌犯被捕后表情平静 说自己有服药 所以做案当下精神恍惚 只因为超商店员提醒他 戴口罩就情绪失控 那其平常直雕的尖刀 当杀人凶器 民众直到消息后直呼 实在是太可怕了 很过分啦 人家好意提醒他 那这样子是 就动怒是非常不对 非常不太好 可思议了吧 人的素颜那么差 奖姓嫌犯其实就住在这家超商楼上 和被害的蔡新店员并不认识 蔡新店员平常在林口店上班 当天临时去鬼山代班 没想到因为提醒客人 戴口罩而遇害 今年二十九岁的他是家中的独子 人生才刚要起步 就画下句点 无故的遭遇 让网友纯情激犯 在网路大骂 现在还有人敢当超商店员吗 店员是不是该有危险家计 台湾人怎么了 想杀人就可以杀人吗 台湾社长郑文灿 也在脸书发文表示难以接受 这被网友灌报贴文 狂向郑文灿 只会发文有什么用 防疫当前暴力 殴打事件第二连三 政府呼吁民众做好防疫 那谁又来保障民众的性命 记者刘志诚 吕捷陶人报导 好 接下来我们要视讯前 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 永平早安 主持人好 大家早 刚刚我们看到桃园龟山 这家超商的菜心店员 他就因为规劝了 这名奖姓的男子 因为奖姓男子 要来买东西的时候 他没有戴口罩 结果就这样子 因为规劝他被刺死了 这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那么包含了 我们刚刚也看到 陈时中他也曾经去唱歌 但没有戴口罩 但是他却叫大家 必须要戴口罩 所以卫福部长 卫福部应该要负很大的责任 包含很多人也痛批了 像是现在的社会安全网 是不是问题拖得太久了 这个部分 你用什么样的看法 是 首先我必须说 昨天发生了这个 真的是让人惊恶 而且痛心的新闻事件 一方面我们全国 要对这样子的一个 无辜的年轻的生命 逝去来感到哀悼之外 其实我在这里 非常诚恳的呼吁 就是这个事件 我们不要再把它当成 单一个案事件来处理 我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之前发生了 屏东女店员 她也是在超商工作 然后为了劝导戴口罩 被这个歹徒 挖眼睛的不幸事件之后 其实那个时候 大家对这个受害者 给予很多的慰问 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讨论 是说我们现在这个 一直要去劝导戴口罩的 这件事情 甚至说超商的店员 适不适合去做 必须要去劝导戴口罩 这个事情呢 我们整个政策 社会并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检讨 我们如果去把它当成个案的话 那我们就会一直的 进入说去检讨去研究 说这个加害者呢 他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啊 他又没有什么心理疾病啊 他当时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 情绪失控的情形啊 那甚至社会呢 他的很多的这个怨气跟角度呢 就会只停留在 在加害者的问题上面 可是大家也知道 像这种个人性的问题 你存在在社会的角落里面 你基本上就像不定时炸弹 你今天A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B可能会有另外那个问题 C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你防不生防啊 所以这种事件 如果已经发生了不止一起 那我们就要担心说 他会不会一而再 再而三 甚至呢 整个社会里面 其实有很多这个研究 社会跟犯罪的 这个研究都显示说 常常社会发生一个事件 非常轰动 结果呢 就会有模仿者 他某种 不管是心里受到什么暗示 或者是说 他受到什么刺激 他的这个模仿者呢 他就会去发生 所以从这个事件本身 我认为 大家一定要赶快出来 检讨的就是说 在现在台湾疫情 已经受到相当控制的情况下 在像超商这样子店员 尤其是这种所谓大夜班 或者是非这个人很多的这种时段呢 超商店员突然变成了一个高风险的行业的时候 需不需要由超商店员本人出来进行戴口罩的劝导 你可以改成说超商 他只要在广播 能够有一个呼吁就好了 不要让他以身犯险 那更麻烦的一点是 现在的戴口罩政策呢 因为他其实是有强制性要求的 他甚至呢 你如果不配合这个政策来讲 你是要遭到罚款的 但是陈时中所暴露的 在去年之间没有戴口罩 饮酒高歌的影片呢 到现在陈时中本人没有处理 他没有好好的来为他的行为给社会道歉 那么民进党政府的高官 也没有人去斥责陈时中 或者因此陈时中 他作为防疫指挥官 他一方面设下一个严格的政策 而这个政策呢 甚至导致了去执行你这个命令 跟政策的一个死亡事件 或者是重伤事件 那你非但没有去检讨 你非但没有去进行处理 反而你自己曝露出来呢 这个表面一套 私底下一套 你对你自己所立下来的规定跟政策 你自己就是第一个率先 不遵守甚至阳奉阴违的情况 那这样的情况 会对于我们刚才讲的 社会事件 不管是想要去反抗的 想要这个杀气的 或者是在某一种情绪的状态下 想到陈时中自己不戴口罩 可能会更引发一种情绪失控的状况呢 无疑说是雪上加霜的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呢 陈时中本人必须出来 对这个口罩的这个事情呢 戴口罩这个事情呢 进行一个他自我的检讨 反省跟这个政策 到底他需不需要进行调整 那另外政府方面要赶快呼吁像超商 不要再用电源本身 电源大家都知道超商的电源呢 在台湾薪水领的低 但是呢他们又必须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所以他们在一个人必须要进行 很大负担的情况下 如果又要再加租这种 对他们来讲风险很高的业务呢 我觉得真的太不人道了 也没有从超商电源的 人身安全保护跟劳工福利来讲 所以这件事情呢 也要政府也应该介入 要要求呢 超商呢做重新的一个处理 不要再让超商电源 以身犯险了 那第三个呢 就是像很多人 包含这个朱学恒也有在呼吁的 所谓的社会安全网 它面对的是什么情况呢 它面对的就是说 我们在社会里面 透过我们邻里组织 或者是地方的警察体系 它有的记录呢 要去找出来 在社会各个角落里面 有没有所谓高风险的人 或者是家庭 那所谓高风险的人 或者是家庭呢 它很可能是说 它可能有用药记录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有用药问题的 甚至是用药成瘾的人 它在用药的情况下面呢 它会改变它的情绪 甚至会让它的理性失控 甚至呢 它会产生跟它平常 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那如果这个在社会上 有所了解了以后呢 它其实是必须派社会 社会师 就是心理辅导师 甚至在社会安全网络的脉络底下呢 它应该要对这些人 不只是进行关怀 甚至对于非常高风险的人呢 它要进行一定的监控 可是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事情的做法 它要耗费多大的人力 那甚至呢 它如果真的要做得很彻底呢 它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法源 否则的话 你说你发现一个人呢 它可能有用药成瘾的问题 可是它现在又没有做 什么样的坏事 你去面对的时候 它正没有在用药的情况下 你如果没有强势的法源 你能够介入吗 你能够真的违反 这个个人的隐私吗 所以我分析到这里 大家就知道呢 到目前为止 政府所谓的这个社会安全网 它只是一种道德性的呼吁 它并没有什么强制力 它没有真的要做 民进党上台已经五六年多 要迈入第六年了 你在这种状况底下 你有没有看到说 蔡英文她除了这个 做一个好像装饰用的政策呼吁以外 他们有没有做任何的实际的行动 特别是通过任何的一个法律 是要好好的建立这个社会安全网呢 是没有的 所以在现在这种状况 我觉得大家对于民进党口号治国 应该是已经有非常明确的体会了 那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发生事情 我们要以解决问题 保护弱势者为第一要务 与其说我们继续去 不管嘲讽民进党也好 责骂民进党也好 然后说你认为你只是口号治国 因为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了 民进党这个政党呢 你规劝他也好 你指责他也好 甚至你对他抗议也好 你对他大骂也好 通通通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对于一个领导者 像蔡英文这样 你对于民进党的这种大把政权 心里没有人民 这样子的政权 只考虑我政权是否能够维护民众的死活 他通通都不在意的这样的政权 你在期待他有什么用呢 像这次发生了超商店员惨死的这个事件 蔡英文的脸书他有第一时间回应吗 他有给他一点关系吗 什么也没有 现在蔡英文的内心里 只有跟人民对抗的四个不同意的公投 然后只会发民进党的政治动员令 要民进党的代表人员做投名状 要求他们必须要绞出成绩的 甚至不习以对他们未来 能不能提名进行恐吓等等 我们看到说民进党的这些人 心目中真的没有人民 不要讲蔡英文的脸书 没有关心这个超商店员 连桃园市长郑文灿 在第一时间 他脸书呢 也都还在放这个观光宣导 一直拖到事件发生了几个小时 它是凌晨清晨发生的 一直拖到了中午 大概大半天过去了 郑文灿的脸书才突然好像 这个反应过来呢 才赶快对这个事件发表 一些比较重要的 他应该要努力弃凶 要安抚社会的一些 这个意见出来 所以我其实讲到这里 真的是很痛心 那我觉得既然今天民进党 还有这个执政党呢 心里没有人民 那人民就得自救 所以我再一次的呼吁 第一个超商的业主 他有权利跟有义务 要保护他的员工 所以必须要赶快实施 对员工保护的 种种相对的措施 或者是方案 甚至必须要要求 大夜班 如果是你单独一个人 在超商当店员呢 你不应该离开柜台 其实美国当时发生了很多 因为美国是有枪支的国家 它发生了很多这个歹徒 直接到商店去行凶之后呢 他有些州 他其实在商店里面 他就直接对于 这个夜晚的时候 高风险的时候 他是把柵栏拉下来的 所以就是说 你必须要保护你自己的人员 而且呢 我们也认为超商业者 在这次发生这个不幸事件之后 必须对因工殉职的 他的这个员工跟下属 进行比较高额度的补偿 还有对他的家人的一种抚恤 那我认为这个才是 现在呢 大家应该要面对的 那至于这件事情 我重复我一开头讲的 他不应该再当成个案了 到底现在执行口罩的方式 命令还有指挥官的不当行为 就这一点来讲 全国人民呢 都要给陈时中压力 给民进党政府压力 给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压力 要逼迫民进党政府 要正视这个行为 否则有一就有二 有二恐怕会有三 那我们的社会 实在经不起 再次这样子的口罩 行凶事件 让人觉得痛心 我们经不起再次的心痛 跟整个社会感情的撕裂 的确刚刚永平所说的 就是说有一个重点 包含了卫福部 定下了这个政策 今天卫福部长 应该要出来说清楚 接下来这个政策 该怎么样来执行 是警察要加强击查呢 或者是说超商的店员 超商的业主呢 有什么样的因应的办法 在今天卫福部 应该要出来说 而且卫福部跟法务部 也不能够再互踢皮球了 包含了蔡英文总统 也应该不能再袖手旁观 好 看到呢 陈时中是任了失言 不过来看到这起桃园归山呢 这个超商买东西 就因为呢 不满被蔡信店员提醒 没有戴口罩 持刀将店员刺死的 这个事件引发了众怒 20号凌晨呢 今天凌晨有网友 在PTT八卦版就po出了 疑似统一超商的 内部信件了 总公司现在下令呢 大业班的同仁 不再强制的宣导 跟提醒没有戴口罩的顾客 说呢 便利商店已经决定了 大业班不宣导 客户戴口罩咯 治安问题不解决 7月开始 不愿意配合防疫咯 那么对于这项的措施呢 有部分网友呢 也留言表示支持说 现在这个时候呢 是都是别管比较好 遇到这种无能政府呢 也只能自保了 还有人说 政府无能不能怪企业 无事于规定 因为这样子做 企业的想法也是合理嘛 因为呢 避免惹祸上升 还有人说 政府无能 你各位要自立自强啊